各位听众大家好,我是乐轩,欢迎收听波尔时社少年播客怀孕故事集,牧羊人狱。 从前,从前有一个人很会牧羊,他的羊越来越多,不久就有了成千三万只,他非常灵烧,从不可能与别人分享也不做任何的故事。 当时有一个很有计谋的人便找机会和牧羊人交朋友,然后对他说,我现在和你的关系非常亲密,就像一个人不分彼此。 我知道有户人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,我去替你求亲,找他来做你的老婆。 牧羊人听了以后非常欢喜,就给了他很多洋和其他财物。 不久之后,那人又对他说,你老婆已经给你生了一个儿子。 牧羊人还没见过他老婆,就听说已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 心中非常高兴,又给了他很多洋和财物。 那人后来又对他说,你儿子已经出生,没多久就死了。 牧羊人听了这些话便痛苦流递,悲伤不已。 牧羊人也是这个样子,广泛年薪了佛法的教育,却为了名利,把佛法淫逆起来。 不肯把知识分享给其他人,也不去询养佛法的意志。 被这个充满烦恼和欲望的深信迷惑,盲目地追求世间的欢乐,比如家庭的欢乐,财物的累积,因此丢弃了一切善法。 后来失去了性命和财物,就非常悲痛,陷于忧愁与痛苦之中,这就和那个牧羊人没什么两样了。 佛教经常把弘扬佛法比喻为传灯,一灯,传十灯,十灯,传百灯,点完了别人的智慧之火,自己的光芒不但没有减弱,反而会更加光明。 如果密西齐法把佛法当成自己的老婆和孩子,就有了私心,新灯也会因此而遥遥欲罪了。 谢谢收听。 收听。